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2021年全国自走车竞赛活动 30号的上午是在玉旅国中热闹的登场 今年度有来自全国各校一共156支队伍同台较进 县长徐真卫将科技教育列为花莲县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 因此一早就到场来为参赛选手们加油打气 另外也强调科技教育培养学生的语言程式逻辑 透过全国赛事的办理来激发创造力 不论是相符对决还是迷宫闯关 2021全国自走车竞赛包括了来自小金门列宇国小的参赛学生 用自己编创的程式语言指令迅速闯关成功 这个部分就会应用到学生的运算思维 训练到孩子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它是一个跟我们现在12年课纲是完全吻合的一个教育 而且它是一个用脑做用脑想用手做的一种教育 也是我们现在最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 所以它对于我们科技教育的投入 对于孩子的学习是很重要 2021年全国自走车竞赛今天在玉里国中体育馆热闹登场 今年度由来自全国各级学校总共156只的队伍同台较劲 而相当重视并且全力推动科技教育的县长许正卫 一早就到场为参赛选手们加油打气的同时 更强调培养孩子学会整合科技逻辑 藉由赛事的举办激发孩子们之想进而深化科技运用能力 那我们现在给孩子都是最基本的很多智慧的科技的概念 那透过我们每一年在做比赛 无论是无人机的比赛 或者是我们自走车 Scratch这些的比赛 那让他能够将他学习整合在比赛当中 也能够透过比赛人跟各县市的好手来做交流 启发激发他新的想法 我想因为这个整个产业不断的在变动 但是如何让孩子去运用 以及如何让孩子知晓智慧科技的重要性 县长许正卫将科技教育列为花莲县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 培育更多的科技人才 他强调花莲县产业丰富多元 近几年来县政府也大力推动科技农业生态与观光 让花莲各项产业的推广 透过科技的运用能光速发展 记者是玉兰玉领采访报道